本語會的觀眾 不是 我好像知道你啊 就是那個 情色進入 畫面才掉下 思經的潛心 不回白夢 知道自己還有 在抗入 我的光華 在皮膚上綻放 每次刻畫 都祈福靡縫飛翔 在每个旅程的我便知道自己该突破狂 如果你对刺青有兴趣的话 你想吸收更多正确的刺青知识以及观念的话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 并且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以后你就会接收到我每部新的影片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回答 之前观众的问题 观众林蒂他有询问 如何判断疲损的方法 如何判断疲损的方法 简单来讲的话 他就是我们的刺青过程 颜色推不上 然后再 你去造成 他的表皮层跟真皮层 他已经过度严重损伤了 那这个时候你的免疫系统就会作用 你的伤口会开始分泌 白血球 血小板 组织液这些的 我们一刚开始刺的时候 他都是冒血珠出来 这是正常的 但是当他从血珠开始 转成冒出那些半透明的 有点偏黄色的 这个液体的时候 那个就是组织液 那这个时候就代表你的皮损过高了 那这个时候 你就必须要把你刺这个部位的这个动作 把它停下来 不要再去增加对于这个部位的损伤 所以 基于这一个 状况的话 我会给大家建议 就是 你不管在打深物还是在打浅物的时候 当你觉得你好像 还要再叠一层颜色 才会到达你想要的色阶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停手了 因为皮肤他一开始他会变色 我们在刺下去的时候 他的色料会混合着客人的血液 这时候他看起来他会稍微有点浅浅的 但是等到他伤口复原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所谓的沉淀的这个效果出现 那有时候他刚刺好跟他复原以后 会呈现的是不一样的色阶 那再说过来 在各位现阶段 你们的容错率还没有那么高的时候 最好这是保险一点 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心态 就是我之前常常讲的 宁可打 不过 事后再来 你不要打过头 后面连补都没有办法补 这就是判断皮损的方法 这个0D 这是我针对你的这个问题的回复 那我还是希望 在你们现阶段 你们尽量的保守一点 采取比较保险的做法 不要想要一次就把他到位 把他刺到非常的饱满 刺到非常的扎实 你可以打到差不多的时候 你就要停手了 你等到客人复原的时候 回来再看 一方面是你可以看 你上次这样子打 那实际上他色阶呈现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 然后二方面是 如果有上次没有打绵密的地方 我们这一次再来补就好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另外一位观众是方勋 他询问 有关割线 在做接线的时候 有什么小技巧 能让我的线看不出 有接点的 因为我在纸上练习的 状况 还不错 但在甲皮练习时 痕疾就痕 这部分麻烦信哥 给我点方向 我们这个 User SS4 XI7 II71 有关割线在做接点的时候 有什么小技巧 让他线看不出来 有接点的痕迹 这东西 我在之前 其实我也有讲过 关于割线的小技巧 这个影片里面 我也有提到过 你在割线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 没有办法一次 到位把这个线 全部把它割起 但这时候其实我们 有一些小技巧 可以下去做一个 弥补的动作 比方说 假设好 我们割到这里 停下来以后 我们回去 这个时候有可能是 你的手势已经不顺了 那有可能是 你真嘴面的 资料也不够了 这时候你要做 一个中指的动作 那你要在接的时候 要怎么接 你不能从这边再接 你必须要往前拉 去沿着你刚 割过的线 这边 抓一段距离 再接下去 重新走一次 这个是第1个重点 就是你不能从 你的断点的地方 开始接 你必须要往前拉 一点 位置 一段距离 从这边 开始接 这样子你就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接点 另外第2个重点是 你在割线的时候 你的下针 你不能 这样子下去 才这样子走 因为在你这样子下去的瞬间 你这一个位置 因为你的针尖停留的太久 他入的末 会太多 那这时候 如果你入针又不小心太深的时候 他这一个点 他就会晕开 那你再往前拉 到这边 停住 又再起来的时候 这边又会形成一个晕开的点 所以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要采取一个圆弧式入针 我这边我会放一个图示 来跟大家说明 先沿着 转印的线 这样子下去 入针以后 一样顺势的走 到你要停的地方的时候 入针起来 这个时候你的针一样不能停 你的手一样不能停 你要采取一个圆弧式的入针 相对来讲在接点的位置的时候也是一样 接下去 再起来 这样子 你就可以避免 第1个 你接点的部分看起来不自然 第2个 你可以避免你入针跟起针的地方 由于你针尖停留的时间太久 然后再来他形成一个爆点 这样子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接下去为观众 阿斯兰请问 如何涂黑 涂云的 技巧及判断 阿斯兰 我好像知道你了 你就是那个嘛 开那个 无线正义杠担那一个 按着黄大河勒 如何涂黑均匀的技巧及判断 这个我在我之前的影片也都有讲过 大家 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回去我的列表清单里面 去看我所有关于割线跟打雾的 这些技巧的影片 那有的时候我们看过可能会忘记 那这时候怎么办 只要你在 影片下面 那边点一个赞 接下来你在你个人的媒体库那边 你就会看到你点赞过的影片 他等于就是一个保存 那之后你要再看的时候 你随时都有办法再回去找到这部 影片回来看 所以 给影片点赞 非常的重要 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你一定要在影片下面那边点一个赞 这样子以后你随时你要再回来复习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都能够随时找得到这支影片出来看 如何涂黑涂云的技巧及判断 这个我把它分两个讲 第1个就是如何涂黑 第2个就是如何判断 那既然你会有这个涂黑的这个需求的话 就代表你可能是美式 Old School的 或者是所谓的 日式老传统 那你需要有一个色块 它是非常黑 非常均匀的 那这时候我的建议一律是 使用小排针 为什么 因为当你使用小排针的时候 你接下来 入针的阻力小的时候 你如果搭配 绕圈的速度比较慢的手速 然后你绕圈的范围缩小 这样子 下去做叠加 你每一条推出来的 色块都会非常的黑 那我这边指的小号数的排针指的是 比方说排5或排7 我自己个人的习惯 当我要填黑 一块 色块的时候 我不管它是 这样子这么大 我不管它是这么大 是这么大 是这么大 我用的排针号数 绝对不会超过排7 因为当你到排9排11 甚至排13 3排15以上的时候 你的针的阻力是非常大的 那这个时候 你要去把它涂黑的时候 你势必 你就要去叠加更多层 那这时候你只是一直在增加 皮损而已 但是你的上色效率 又不如你使用排5或排7 这个就是会造成你打出来的 雾不够黑 可是你 不管怎么推 好像都推不免 这时候 客人的皮肤又开始 胜足之意了 那你这时候 皮损就会过大 那就会造成 客人 结后加 然后或者是之后 他复原之后掉色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给的建议是 第1个 你选择小号数的排针 例如排5 或者是排7 第2个 你在绕圈的手速要放慢 你不能这样子这么快速的下去推 你的伤口 形成之后 他还来不及 形成真空 去把色调吸附进去的时候 你的针就已经抽出来 离开 要去打下一个地方了 那你的流色的效率 一定会非常的差 然后第3个就是 你绕圈的半径要小 当你绕圈的半径小的时候 你叠加的效果才会大 假设 你平常 可能打黑色的色块的时候 你是用 比方说 排15 然后你是这样子 下次你试试看 你拿排5 下去绕 我相信 出来的效果 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刚回答的这几个问题 其实在我之前的影片我提醒过大家 但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开始 接触到我这个频道 我会希望都要回去看一下我以前的那些 影片 还有就是我刚讲的 你看完影片 如果觉得这个影片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或是有帮助到你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点一个赞 这样子你之后在你的媒体库面 他会有一个栏目叫做你 曾经说过赞的影片 会把这些 影片都保存在这个栏目 那你随时随地都有办法去找这些 影片出来看 或者是说 我有开一个 我们的专业刺青室 进修班的线上课程 在这边 QR Code在这边 里面 我从构图 从器材 从卫生管理 从割线 从打雾 然后一直到 树后伤口的修复 甚至是 你身为一个刺青室 你可能会面临到的法律问题 以及你开店要注意的东西 还有你个人品牌打造 这些东西我全部都包含在这个 课程里面 如果你看完我频道里面的影片 你觉得有帮助 而且你想要吸收的更多 你想要花一点小钱 去让自己比别人进步的更快的时候 欢迎你加入我的线上课程 好下一个问题 继续为观众 陈小胖询问 你叫在操作 排针大胜肌的 浅色雾面 要如何避免 重叠导致越做越深的状况 有什么 注意事项能够做到 整块颜色 尽量一致呢 这个问题 跟刚刚那个开 无线正义刚才那个 他的问题 其实他们有点 雷同 只是他们是两个面向 一个是 重雾 一个是浅雾 那在操作 排针大面积的浅色雾的时候 嘿这个我要讲了 我以前的影片 也有讲过 那没有关系 我在这边再讲一次 你在做大面积的浅雾的时候 通常 我给的建议是 你要用大号数的排针 跟刚刚我们那个 开无线正义刚带那个朋友 的问题是相反 你要用大号数的排针 因为他的阻力大 相对来讲 他的 色块的堆砌 比较不会那么的明显 大号数的排针 接下来就是说 你在绕半径的时候 你的手数 可以稍微加快点 但是这个东西是一个 相对值 它没有 它没有一个 一定的数值 比方说 你一分钟要绕几圈 什么之类的 没有 而且这个时候 你其实是要看 比方说 像客人的孵矿 像你用的色料的深浅 所以只是相对于 我们刚刚 我说的 打重物 这个手数 上面来讲的话 稍微加快 一点点 这样子而已 但是重点就是 用大号数的排针 在我之前 在讲解 刺青针的奥秘 这部影片的时候 刺青针的秘密 这部影片的时候 我里面也有提到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 平排跟虎排的针 它之间的差异 平排的针 由于它前面 它就是像一个平头的 麦克比一样 它两边会有 锐角 那这个时候 我们在刺青的时候 当它往下压 皮肤的时候 皮肤会往下陷 那这个时候 它两边的锐角 很有可能 就会去堆砌色块 尤其是像各位 这些新手刺青师 在你们打物的技术 还不存熟的时候 用平排的针 要打浅色的物的时候 很容易在两边 留下色块的堆砌 那这时候你可以选用大号数的 弧排的针 因为弧排的针 它是呈现一个弧形的 当你往皮肤 用力往下压的时候 它的弧形 刚好会去贴合到你 皮肤下陷的那个弧度 它的两边 就不会像平排的锐角一样 去形成色块的堆积 然后再来就是 你刚刚问说 整块颜色尽量一致 那这时候我要跟你讲 我给你的建议是 当你打了一部分之后 你起针 这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 洗针的动作嘛 对不对 洗针完之后你擦干你 是不是要去沾一次磨 那你试想一个情况 你刚刚一开始在打 这一个部分的 物的时候 你打到后面 你的磨都已经 慢慢的出来了 这个时候吸进去你 针嘴里面的 很大的一部分 是客人的血液 混合着 这些色料 那也就是说 当你在打这一个部分的 物的时候 你走到后面 你针嘴里面 磨色的浓度 已经不比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 来的深了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再去沾 新的磨 在从你刚刚打到尾端的这个部分 接下去的时候 这时候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 没有错 就是这个时候 你刚下针的这一块 会比你刚刚起针的那一块 还黑 为什么 因为我刚讲过 你这一块 你打到 微信啊的时候 你打到尾声的时候 它里面已经 混了客人的血水 而且你里面的磨 已经所剩无极了 所以这时候你打出来的 颜色就比较浅 如果这时候你沾 新的磨下去 同一杯 下去的时候 它的颜色 就会比你刚刚最后那边来得深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这边打完之后 你起针 洗针 擦干 你要再去沾 那一杯 一样色阶的色料杯的时候 沾完的时候 你可以在洗杯里面稍微点一下 让针尖稍微触碰一下 你杯子里面的 纯水 我再强调一次 不管是洗杯 或是你用来 稀释 黑色色料 只能用纯水 或蒸馏水 你绝对不能用 矿泉水 或自来水 还有生理食盐水也不行 你去沾一下你洗杯里面的纯水 以后 它其实就稍微有点点稀释 这个时候你再从你刚刚 摸一下那边 往前拉一点点 例如你刚刚 是打到这边来 这时候你要在下针的时候 你就要从 这边开始接 你不能从这里开始接 所以 小技巧 有两个 第1个小技巧就是 你沾了同一杯 色料杯里面的色料 起来之后 再洗杯 稍微点一下 让它吸一点点纯水上去 然后第2个小技巧是 你刚刚打到这个位置 这时候你要接的时候 从这边开始接 你不要从这边开始接 这样子可以非常有效的 降低你 形成色块 这个状况出现 然后第3个小技巧就是 使用大号数的 虎牌 排针 希望这个回答有帮助到你 约续为观众 SKY 询问 在操作大面积 单针打雾的 绕圈直径 建议 约莫多少 绕圈的手术 四口取决 绕圈 实际的大小电话 比如说 绕圈直径越小 头数 需要加快 或方法 呈现的差异 能否做个 简直的作品 说到单针这个 问我就对了啦 因为我主要就是做单针嘛 你说在操作大面积单针 打雾的绕圈直径 有建议 约多少厘米 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量化的标准 因为其实 我们做单针打雾的时候 就是 去把我们的针点 平均的 分布在这个区域而已 所以 与其去想 你做大面积跟小面积 你打的雾 你单针打雾的时候 你的直径大小 你不如去想着 怎么样 去填满 这些 针点 并且让它是 呈现一个很均匀的分布 我在这边我会附上 几张我作品的 进照 它里面的针点分布 给你来当做一个参考 绕圈的手术 是否取决于 绕圈直径的大小变化 No 不管你今天 范围大 还是小 重点都在于 我们怎么样 去把这些针点 均匀的分布而已 所以不管大还是小 以我个人来讲 我都是用 一样的手术 下去 做这些针点 所以在我刚开始初期 我要稳定我的手术的时候 我会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会去上网去抓一些 日本三位线的这些歌曲来听 因为这些三位线的歌曲 它会有一个 很平衡 很有规律的一个节奏 这样子 这样子 我会依据他的这个三位线的节奏 去分配我自己的手术 因为你做单针的时候 其实 最困难的事情就是 在你第一个小时 跟最后一个小时 施作刺青的时候 你的手术保持一样 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不管大面积或小面积 对于我来讲 我的手术都是一样的 因为 我今天 我做这么小块 我还是一样 要去把它做这样子的针点分布 我做这么大块 我还是一样 要做这样子的针点分布 所以 我始终都是保持 一样的手术 然后再 一样的 绕圈半径 可是 也不能说绕圈半径 因为我就只是想办法去把 针点均匀的分布在这个区块 所以没有什么所谓的 绕圈半径 今天 你绕这么大圈 你之后再 慢慢的去把它填满 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你做 这样子一小块 一小块 去把针点做上去 也是一样的效果 我觉得做单针打雾 没有什么所谓的绕圈半径的问题 就是我刚讲的 你唯一要思考就是 怎么样去把这些针点 它不要是一个很散乱的一个状态 而是一个均匀的分布 在这一个部位 这样子 接下来是观众 LK 把他询问 能否讲解 白色墨水的动机 白色墨水 有个是问我就对了 我 用白色的这个色料 我应该算是比例算是非常高的 我很多作品 我都会用白色下去做 尤其是 素描写实的东西 我会用白色下去去做它最亮的 那一个区块 一般来讲我们在做素描写实的时候 我们会有所谓的暗面跟亮面 那大部分的人 他们最亮面的时候 他们可能是 用客人的肤色 可是当你 最亮面 它里面有少数几个反光点 你是用白色下去做的时候 它的效果会非常的好 因为你等于把你的 整个图的色阶 又把它往上拉一个层次 那这时候讲到白色的色料 其实它会有一些 使用上面的小技巧 我在这边就分享给你 第一个就是白色的色料 它通常是属于 大的粒子 什么叫大的粒子的色料 我之前的影片有讲过 在我这部影片里面有 大粒子 小粒子 的色料的讲解 不懂的可以先回去看一下 白色色料是属于 比较大的粒子 所以它在 入色上面来讲的话 它会有一个 相当的 难度 所以通常白色色料 在倒出来的时候 它会 呈现一个 比较浓稠的状态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用 所谓的调和剂 下去去把它做一个稀释 那稀释的比例不一定 主要就是稀释到 你觉得好入色的 这个状况 因为每一只色料 开品以后 它的自然 争损率都不同 有可能 同样两只色料 你开品了以后 一只 你比较常开 另外一只比较少开 那比较常开这只 它可能 它之后它里面的成分 有一些挥发掉 它就会比较浓稠 另外一只可能就是能够 比较维持 当做那个稀释度 所以这没有一定 你就是用调和剂去调到 你觉得好入色的状态 这样子 因为当色料太浓稠的时候 其实它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它会增加你 入色的难度 然后再来第2个点 就是你 刺到客人的血水 稍微有点点 吸进去你的 针嘴面让你针嘴面的白色 已经有一点 呈现类似 粉红色这状态的时候 你就要起针 然后再去做一个洗针的动作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你 针嘴面的白色色料 已经混到客人的血液了 那这时候你打进去的白 它绝对不会 比你原本的色料还白 那这时候 你打进去的白 它就没有办法 像你一开始 打的这样子 那么明显 所以 当你在 刺客人 白色的部分的时候 你只要一看到 不管是皮肤上面的色料 或是针嘴面的色料 它开始呈现有点粉色的时候 就要起针 去做一个洗针的动作 然后洗针完之后 一定要擦干 再去沾一次 新的白色色料 然后这时候客人 他因为刺白色色料 他会 非常明显的胜血 这时候一定要把那些血液 擦干 不然你等一下一下针 血液又进去你的 针嘴面了 把它擦干了之后 你再继续下去做 然后第3个上白色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你一定要 慢慢的下去做 我刚讲白色的色料 它是属于粒子大的色料 所以它相当 不好上色 那你如果用 速度快的手速 或者是用 号数非常大的 排针 或者是 闪口圆针 或者是割线圆针 都一样 你如果用 多针下去刺 它阻力大了 它也不好入色 所以像我平常在做这些 白色的反光面的时候 这边我会附上 我作品的一些近照 给大家参考 我在做这些 白色的部分的时候 我可能会用 散口的 圆3 也就是圆3 RS 我顶部用到 圆5 RS 或者是我会用 排5 排7 或者是有时候 就是直接用 圆针打雾的 三针 下去做这个 白色的部分 这3点 是使用白色上面来讲 需要注意到的地方 那你对于刺青的技术 或者是观念 甚至有一些关于可能 法律的部分的问题的话 你都可以在我每一期的影片下面做留言 我最近会开始针对 我影片下面的留言 提问的这些朋友 他们所提问的问题 来做统一的回复 可能是用直播的方式 也有可能是像这样子拍影片回复的方式 还是要重复再讲一次 我所提供的方式 并不是唯一的正解 因为刺青没有所谓的唯一的正解 它不是一套数学工资 你把里面的因子替换掉 这就一定会得到 这一个结果 因为客人每个人的皮肤状况都不一样 你用的色料 每一个它的成分不一样 你用的技法 你用的帧数 你用的机器的出力 都会去影响 你最后呈现的效果 所以我所提供的是 你们各位在新手阶段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最高的容错率 最安全的做法 去降低你在客人皮肤上面 形成不可逆的伤害 那实际上 如果是基本光非常扎实的 这些前辈来讲的话 你随随便便给他们一支2000块的机器 你随随便便给他们一个很烂的针 或是他们随便这样子撸一撸 他们都有办法做出一样的效果 所以我所分享的这一些东西 它并不是唯一的解答 而是在你各位现阶段的时候 最安全的做法 这点我希望大家要先了解 你不能拿着我的影片 去问其他的师傅说 可是这个师傅 说怎么样 可是这个 这个那个 琴瑟刺青的阿信 他说 这样子做才是对的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 这个方式才是对的 而是 以你们目前来讲的话 这是最有帮助 而且能够有效降低 你们犯错的方式 如果你想得到更多 非常专业 而且更多深入的刺青技术的话 欢迎加入我的线上课程 对于刺青的方面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的话 也欢迎你在影片下面留言 我会在下一期的影片同意回答 我是琴瑟的刺青师阿信 通一下子刷一辈子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到自己还有个脏 窝的光距在屏簿上绽放 每次看花 我寂寞你总飞翔 在每个凌晨的五点 找到自己 该突破的狂 凭穷的岁月夜晚无法暗睡 在灰暗的房间里 我画出新的轮廓 烟灰钢泥熄灭的原地 跳着最长的彩点一遍 告诉自己 我不认命也不甘愿 告诉自己 我不认命也不甘愿 就这样 就这样继续 什么能发现疯伤不浪漫 青涩流光 换了抬颓角 曾经的痴迹不会白忙 知道自己还有得抗 抗摸的狂话 在皮肤上战胜 每次刻花 我寄图你总飞翔 在每个凌晨的五点 找到自己 该突破的狂 我寄图你 一顶的岁月 夜晚无法暗睡 在昏暗的房间里 我画出新的轮廓 烟灰钢 已熄灭的眼底 跳着最长的彩点一遍 告诉自己 我不认命也不甘愿 就这样就这样 很生的故事 每一段都有痛楚 在那一个夜晚 我用证恨 我记录我用你的词堪 证明我曾存在世上 你用我的词堪 像天使你想活的模样 每一瓶每一花 想成为心中的工匠 青涩流光 画面在叠加 曾经的真心不会白忙 知道自己还有得抗 入魔的狂话 在皮肤上绽放 每次刻花 都寄托你风飞翔 在每个凌晨的五点 找到自己 该突破的狂 如今我站在招牌的前方 请三次Q是我打造的靠板 每一个作品都有我的心脏 在岁月的流转中发光 如今我站在招牌的前方 请三次Q是我打造的靠板 每一个作品都有我的心脏 在岁月的流转中继续都发着光 kalau也是我们的疯狂 我们的疯狂 ankiet 你继续都发现吗 因为是我们的疯狂 感谢观看